为了捍卫钓鱼台的主权和鱼权 刚刚中国时报的头版头条 一带您来关心了 台湾渔民自发性的汇渔行动 昨天下午三点正式出发 总计有78艘的渔船 再加上海中20多艘渔船集结会合 将近千位的渔民浩浩荡荡 往钓鱼台来前进 今天清晨五点钟 就会抵达钓鱼台海域 除了挥舞国旗 宣誓主权更不排除要登岛 而整个行动 日本媒体也一路静盯采访 港边燃放冲天炮 象征着凯旋出征 下午3点78艘渔船 浩浩荡荡荡从南方澳出发 一路鸣笛振奋士气 场面十分壮观 船员带着四尸北征 捍卫渔泉的斗志出发 情绪十分亢奋 一句话点出了此行的目的 无奈出发时天空飘着雨 天后状况海向都不佳 不过青天白日满地红的国旗 在风雨中飘扬 意志更加坚定 风雨深信心 渔民不会风浪 仍然在今天 发动近百艘的渔船 前往钓鱼台护鱼 宣誓中华民国 对钓鱼台的主权与渔权 总计78艘渔船 满载渔民加上媒体采访团 将近千人 下午3点出发 预计航行14个小时之后 星期二清晨5点 抵达钓鱼台 西南方20海里处 期间还会有20艘渔船 加入行列 一同先逼近到12海里 绕行钓鱼台一圈 不排除要登岛 渔民穿着白色的T恤 上头的红色大字 未生存 护语权 十分醒目 宣示决心 不过从事实记者会道出发 全程竟然有日本媒体 一路关切 看到了台湾媒体的镜头 日本记者索性 一路被追着跑 在捍卫主权的敏感时机点上 无论是台湾还是日本媒体 全记录 要为历史做见证